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八百一十九回 火球从城中某处飞射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离城墙只有数里远的狼群当中 轰隆之声大响啊 数百团火云在狼群中爆发而出 刹那之间将附近百余只青狼卷入了其中 当场烧的是皮开肉烂一命呜呼 虽然说只是普通的火焰 但是这些狼兽也只是普通的兽类 自然对如此烈火同样的是毫无抵抗之力的 见到此景 杭力神色一动回头望了一眼 只见城墙后不远处的某个空旷的地带 一台台类似人界投石机的东西摆成树牌放在那里 足有百来俱的样子 此刻正有大批的士兵将一颗颗赤红的圆球状的东西摆放在里边 然后有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手艺挥 这些东西呢就被投射而出 化为了一颗颗刚才一般无二的巨大的火球 划出一道道弧线 恰到好处的坠落到了城墙另一面的兽群当中 顿时又有几个屁股尿流的青狼就化成了消失 如此不过两波攻击以后立刻消灭了近两万只青狼啊 威力不可谓不小了 汉力正有些意外之际啊 却默然发现出了两波之后啊 这种攻击就戛然而止 再也没有这种巨大的火球出现了 汉力露出了若有所思表情的时候 远处的狼群却似乎被这种攻击给激怒了 在一声声激昂的狼笑声中 整个狼群呢 在几十只一下子跳到前面的变异的巨狼的带领之下 一下子跑动了起来 地面上传来了隆隆的震动 短短离许的距离啊 狼群转眼之间就到了 兽群同时在十余里长的城墙边上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青狼一个个腾空而起 爪子利刃一般的在光滑的城墙上一撞 竟然稳稳的切入寸序 接着后腿啊 再一蹬 竟飞檐走壁一般的直扑城头处 而这城楼上方呢 各处的一线指挥的军官一声令下 各种历界如雨点一般的挥洒而下 扑扑扑之声不绝于耳的 大量的青狼纷纷被洞穿身体坠落而下 灵界的凡人即使是普通人 利器也一个个的远比人界凡人多呀 杀伤力自然也是非同小可 不过这城墙下面的青狼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点点损失根本没有伤及到兽群的筋骨 反而在不计伤亡的狂攻之下 片刻功夫就狼兽冲上了城头啊 城头上的人类守卫早就等候多时 一只青狼的刚一踏上城头 三四支枪长歌之类的兵刃就立刻同时攻来呀 将那青狼轻易的勾翻在地 随之刀光一闪青狼就当场被剁成了肉将 根本来不及发威 一时之间城下见水如雨 城上刀光剑影 喊杀声狼笑声交织在了一起 杭力并未出手 只是跟随着那名低阶军官 在这一截城墙上来回的走动 听其一声声的指挥着那些士兵如何防守 并不时的调配着防御的力量 在他看来 现在出现的普通青狼 看似凶猛异常 但是人类一方养精蓄锐许久了 不可能如此就落了下风的 估计啊 真正的苦战应该在后边 而面对赤芒方向的安远城的另一个方向处 虽然因为太远 根本看不清那边情形分毫 但隐隐的也传来了厮杀声 看来啊 赤芒兽群同样的发动了攻击 此战从中午开始爆发 一直持续到了下午时分 整座安远城 似乎都被一股浓浓的血腥之气给笼罩住了 天色已经开始有些暗淡了 空中的太阳一个接一个的消失 弯弯的月牙却渐渐的多了起来 但是狼群的攻击一刻未停 甚至越发猛烈狂暴起来 身为还未开启灵质的兽类 一旦被调动起嗜血的天性 其可怕之处恐怕此时才开始真正显露出来 那名杭力守护的军官 原本一直从容的面孔也开始阴沉了下来 因为仅仅这半天的大战 城墙上防守的普通士兵就已经伤亡了三分之一 就是天东商号的护卫队也有二十多人阵亡了 就在这个时候 青色狼群的后方忽然传来了异常两短三声尖厉的狼笑 原本自从攻城后默然消失在兽群中的变异的巨狼 终于再次出现在了城墙之下 这些巨狼啊 轻轻一跳就能有五六杖之勾 动作更是快由闪电 那些普通的士兵射向他们的弩箭几乎丝毫作用都没有 仿佛一阵风势的就轻易的扑到了城头之上 那些守在城头处的士兵 虽然不加思索的把各种武器骑出啊 但是这些巨狼大身形轻轻一晃 就诡异的一下子高高越过了这些守卫 然后尖利的獠牙一线 就身形一扭的反扑向了这些士兵 刹那之间 雪光蹦射 所有受到变异巨狼攻击的城墙立刻伤亡大谢 杭力等人负责的这段城头 同样蹦上来几条变异的巨狼 刹那之间就出现了十余人的伤亡 那名军官见此立刻吩咐 天东商号的炼体士马上过去绞杀 而普通士兵呢 则只要对付一般的青狼就可以了 不要扰乱了守军的阵脚 果然包括陈奎等在内的十几名炼体士一拥而上 马上就控制了形势 但是忽然之间啊 附近的士兵一声惊呼 城墙处两团青岭一闪 竟在从离军官最近的一小节城墙外 又蹦上了两只便衣的巨狼出来 一只一下子跃入到人群当中 让那些士兵啊一阵大乱 另一只呢 则腥风一起 竟狠狠的扑向了这名军官 他们竟然知道这种穿戴智识盔甲之人士指挥者 同时竟懂得声东接西的策略 找死 巨汉杜笑大喝一声啊 手中狼牙棒一挥 顿时一股狂风呼啸而起 呼向了前来的巨狼 就算此狼的身体远比普通的青狼坚韧得多 但是被此冰刃击中也绝无兴礼啊 眼见巨大的狼牙棒就要把这狼头砸得稀巴烂 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这只狼兽啊突然之间身上放出了淡淡的清光 随即那身体一扭 体型竟刹那之间缩小了大半 变得和普通的青狼一般大小了 狼牙棒一下子从此狼头顶处划过 击到了空处 而这只青狼呢 则双目翠绿的一芒一闪 尾巴一晃之下 骤然加快了背许掠过了巨汗 两个爪子呢 狠狠的抓向了对面的军官 妖狼 军官一见青狼的诡异变化 脸色一变 失声叫了出来 随即不加思索的手臂一动 那口跨在腰间的长剑 不知怎么的就倒了手中 接着他手上的一枚灵具戒指 白蒙蒙灵光一闪 随之长剑化为了一片片剑影 将自身护在了其中 这名不起眼的军官身上 竟也有一件低阶的灵具 这只变化成普通巨狼的狼腰 一件这口低阶邻居所画的剑影 目中呢闪过了一丝不屑 两只前爪只是 尸空飞快的挥舞了几下 顿时扑扑的青色的爪芒 漫天浮现 向军官笼罩而下 那些剑影刚一接触爪芒啊 就在一阵爆裂声中 溃散泯灭 根本没有办法抵挡分毫 青芒形成的光网 只是稍微一顿就收缩落下 被罩在里面的军官 虽然说单手持剑 冲空中再次踢去 但只是临死一击而已 面孔呢早已经变得是灰白异常 但就在这个时候 这名军官忽然只觉得身前人影一晃 另一人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冲进了爪网之中 接着一声猛哼 明明不大 但是一入其中 却仿佛钟鸣在耳边嗡嗡响起 让他一阵悬晕后 心中一惊 接着 好像似乎单手动了一下 一片金光影响了爪芒 随着轰隆隆的金天巨响啊 那些青色的爪芒 在金光中竟然纷纷碎裂化为了乌有 这军官呢大喜过望 双目凝望之下 才看清楚眼前之人 赫然是另一名负责守护他的男子韩力 韩力正将一对犯着金光的拳头缓缓收回了袍袖 淡淡的盯着对面 悬浮在半空中的青色妖狼 脸上毫无表情 这只妖狼在将扑出知识收住之后 同样的用一种惊疑的目光打亮着韩力 背部的一根根青色硬毛 竟然大半都树立了起来 仿佛呢对韩力忌惮异常 此妖兽虽然看不出韩力修为深险 但是呢对危险的灵敏感应 却隐隐的告诉他 眼前的人类危险至极 似乎有可能伤及他的性命 故而不由的迟疑了起来 巨汗一击落空之后 一见到妖狼的变身 自然也吓了一大跳 急忙一回身子 如临大敌的重新面对此妖啊 如此一来 恰好和韩力成了前后加工之势 不尽其他天东商号的炼体事业 纷纷赶来 马上就可将此妖包围的样子 狼妖目光左右一扫 深深的望了寒了一眼之后 突然一扭 骤然化为了一道清光 将巨汗是直扑而去啊 杜笑一惊 将狼牙棒往身前一横 不由自主的向一侧让去 结果这狼妖啊 只是虚晃一下 顿光就从巨汗的头顶飞过 然后直接飞出了城头 一跃而下 那些一同攻进来的便衣的巨狼 除了一头当场被击杀外 其余几头呢 也同样的跳下城头 逃跑的 韩力站在原地 可没有去追的意思 虽然说他法力全无 但是 面对这种往日不瞧一眼的低阶妖兽 还是提不起丝毫的兴起来追杀 死里逃生的那名军官 重新镇定了下来 却对韩力感激至极啊 对其连声称谢 多谢兄太相救 否则肖毛 小命真的不保了 韩力文言呢 却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 我虽然救下了阁下 但是其他的地方也有狼妖出现 似乎不太妙啊 不可能 怎么可能有如此多妖狼出现啊 姓肖的军官一愣 急忙朝其他的城头处望去 结果脸色再次的苍白了起来 只见他们附近的四五处相邻的城头 不知怎么的全都混乱了起来 又数以千计的青狼涌向了这些城头啊 而在城头上空 树枝身体放光的狼妖赫然悬浮在那里 和从他们这里逃走的那只一般无二 此刻看到此幕的不光是韩力和消性军官 天东商号以及普通的士兵都看到了这一切 眼看源源不断的青狼从这些尸首城头上狂涌而入 所有的人心直往下沉啊 人人都不禁心寒的略过了这么一个念头 难道此城真的就要被攻破了吗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现在人们心中茫然 那些城头守卫 死伤惨重 马上就要丧失抵抗之力之时 忽然一阵号角之声 从各个城头上响起 接着陷入大乱的城头 从后方突然涌现出了数百名伸手矫健的炼体士 他们人人身穿 适量奇特的骨甲 手中则持着五花八门的刀剑 一个个是灵光闪闪啊 竟然清一色的低阶灵智 他们一冲上城头 面对那些青狼简直如是 虎入羊群势不可挡 光是刀剑只要一挥 面前的青狼必定要被一斩两截 如同无物一般 即使有些变异的巨狼啊 凶狠异常 可以正面的稍加阻挡一下 但是庶民假是一拥而上之下 还是马上被几个人分尸了 空中的那几只妖狼见此自然大怒啊 刚想有所动作的时候 这些炼体士中却先一步的有十几名横空而起 朝这些狼妖围拢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 城下的狼群后方又一声长长的狼笑传来啊 一听到此笑声 这些狼妖略意犹豫 就纷纷的掉头飞走 并不和这些炼体士做任何的接触 城头上尚存的普通的狼兽 在笑声中也开始撤离了 争先恐后的从城头上一跃而下 虽然说那些炼体士追杀好一通 还是呢 让半数以上的狼兽给逃掉了 不光这几个城头 其他地方的狼群也停止了攻击 徐徐的后退了 兽群竟如此的结束了第一天试探性的大战 此战中 狼群和人类都有损伤 但是总的来说 似乎是兽群吃了一个小亏 死伤的清朗的数量多达十余万 但人类此战中虽然说人缘伤亡微乎其微 但是却已耗费了大量的箭矢和防守的器具 到底是哪一方占了上风 这真不是一件好评说之事 此时天空中同时浮现七枝弯月 皎洁的月光照耀之下 毛茸茸的狼狮铺满了城墙下厚厚的一层啊 同时远去狼群中也不时的传来一声接一声的望月狼嚎 这是嚎生中不再有狂暴之意 反而充满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鸣和凄凉 偌大的狼群就这样的在清冷月光当中渐渐的远去 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 城头上奋战了大半天的士兵 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也顾不得城墙上血迹斑斑 纷纷疲惫异常的就此坐在了地上 有些过于疲倦的甚至打算呼呼大睡起来 就连那些炼体士啊 也因为不停的挥动兵器 同样大感吃不消了 也打算的是稍加休息一下 哎 不要躺下 这里可不是睡觉的地方 一会儿替换我们的人就会上来了 我们完成了这一波的任务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可以回去休息两天的 当替换的人手下来了 大家可以回到住处正式的休息一下 现在还是要给我打起精神来的 万一这狼群忽然去而复返 现在这个状态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姓霄的军官却不敢放松分毫 口中仍然如此督促到 听说可以回去休息 士兵和天东商号的人心中啊 军都大喜过望 恢复了几分精神 勉强的又都站了起来 杭力并未出手几次 自然不会有什么疲惫感 只是半靠在成舵口望着狼群撤走的黑悠悠的远处 目光闪动着不知在想什么 韩兄弟 这一次多亏你出手 惊退了狼腰啊 否则的话 我们就要落到和其他几处守卫 差不多的下场了 张魁向韩力走了过来 远远就面带笑容的说道 他单手提着那口金色的短剑 身上甲片半数都被鲜血染红了 显然呢 在刚才的厮杀当中 击杀了不少的青狼 没什么 只不过恰好碰到狼群要撤退而已 韩力的目光在张魁身上一扫 显得很平静 但要不是韩兄出手啊 恐怕就算安远城的灵队出手援助 我们也已死伤大半了 这也幸亏是韩兄弟啊 换一个人的话 还真没有办法单独对付狼腰的 就算是我拥有的金银剑 这胜算呢 也不过三成啊 张魁苦笑了起来 随即啊 手掌一翻 一只精致的剑翘就出现在了手中 牵了短剑 小心的收好 连剑那窍揣进了怀里边 韩力下意识的望了此灵具一眼 他已经知道 这些所谓的灵具啊 其实就是修仙者专为炼体式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法器 借用什么灵界 灵着等激发装置 可不需要体内拥有法力 就可以直接将装置上的灵石引入到灵具之中 暂时激发他们的威能 灵具的威力虽然说不错 但只能借助灵石之力 无法济炼 也根本没有办法持久作战的 对灵石的耗费也是非常多的 故而不是一般炼体式都能够使用的 不过也因为灵具的威能最多 也不过达到着顶阶灵气的地步 远不及真正的宝物 所以真正的高阶炼体式 反而对这些灵具不屑一顾 他们更加相信自己修炼出来的强横的功法 那才是最强的武器 这一点呢 倒和一些妖族妖修的想法不谋而合 韩力脑中正将有关灵具资料 一闪而过的时候 这张魁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面露奇怪之色 说了一句话 杭力闻听之后 心中一领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八百二十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八百二十回 张魁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面露奇怪之色的说了一句话 韩力闻听之后啊 心中一领 韩兄弟 你的金刚诀 不是仅仅修炼到第三层吧 从他嘴里传出了这样的问话 哦 张兄 为何有如此一问呢 韩力目光一闪 不动声色的反问了一句 没什么 只是觉得这金刚诀第三层 似乎还没有办法让一只妖狼退却的 看来韩兄弟真的是前途远大呀 张魁大有深意的说了这么一句 就立刻转身离开了 竟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了 韩力看着张魁的背影 摸了摸下巴 嘴角也随之泛起了一丝淡笑 这个人似乎话里有话呀 没过多久 大批安远城的士兵和一批轻壮 在另一位低阶军官的带领之下 登上了城墙 那么天东商号的这些人呢 总算是得以走下了城头 不过他们自然不可能返回客栈的 而是在当日聚集的广场附近 统一的被安排在一片石屋中休息 大部分人一进石屋中都顾不得其他呀 立刻倒头大睡 韩力虽然说丝毫疲倦都没有 但也不能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出去乱闯啊 当即就在床上打坐条西 继续默默地参悟这金刚诀的功法 一夜无话 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啊 震天的炉鸣之声默然再次响起了 狼笑之声与之呼应远远传来 不久之后 城墙方向是喊杀之声大起 拉开了授群的第二次攻城 这一战啊 似乎比昨天还要猛烈 厮杀之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上 一队队后备士兵和轻壮 不时地从石屋中拉出 然后匆匆地被拉上城头之园 短短一天的光景 光是韩力身处的这片广场 就有三四批人被拉上了城头 一直到了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 兽群才再次地撤离而退 当韩力心中一动 走出石屋的时候 广场上出现了从城头上 撤下来的轮换人员 这么多人上城楼去支援 只剩下了两三城的样子 大部分人更是浑身是血啊 缺手断脚的重伤模样 比起韩力等昨天的守护人员来说 似乎凄惨得多 不光韩力啊 广场附近也有许多人走出了食物 见此情形也是大吃一惊 当即有人就去询问 今日之战的详情 这才知道 今天工程狼兽中啊 竟然出现了一种体型 仿佛像狸猫似的小狼 他们不但身心如焰 而且啊身上的狼毛竟然仿佛刺猬一般的击舍而出 而这些硬毛竟然带有剧毒 一旦被射中 片刻的功夫就丧失了战斗之力 再不加以施救的话 就会独鄙而亡的 这种小狼眼前从来没听说过 可能是一种新变异的青狼兽的种类 这种事情在兽朝中虽然不是经常之事 但是呢 也并非是太过稀奇的 只是每一次新变异兽类的出现 自然让人类一方伤亡不少 但是 这种新的变异的兽类 却很快的就会被淘汰消失的 否则的话 现在狼群中的变异的狼兽 绝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两种的 但现在来说 这种变异小狼一大量出现 立刻让不及低防的守卫伤亡了大半 要不是指挥者不计伤亡的调动 大量后备人员上去 并且那批林队数次出手相助 今天一战恐怕就是危险至极了呀 听到这些撤下了人员的回答 在场人的心都沉重了起来 所有的人呐 都隐隐的觉得 这次受潮似乎比传闻中的凶恶的多 对能不能守住这座城 不觉的有了几分动摇 韩利双目微眯的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之后 就二话不说的重新返回了食物 脸上始终波澜不惊 他心中也的确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 即使这座安远城真的被攻破了 凭他的身手和身上的两颗灭仙珠 冲出兽群而去并不是多难的事情 至于城中的其他人 他就算是有心想救 现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自然不会做什么超出自己能力的打算 不过眼下兽群如此的凶猛 恐怕第一批换下来的守卫 没有办法真正休息到两天 说不定明天就会换上他们了 韩利的预料还真的没错 第三天青草啊 天上刚有一只太阳浮现的时候 就有人大声的在门外吆喝 让他们天东商号的护卫啊 全都出门到广场集合 当他平静的出现在了广场上的时候 发现除了天东商号的人以外 还有其他数百名彪悍之辈站在那里 其中小伴赫然都是炼体士 并且其中的步伐带有灵界灵着 身具灵具之辈 还有那些身骑狼兽的骑士 也一个不少的骑在坐骑之上 列在一旁 这些人显然全是此著最精锐之辈了 韩利眉头一皱之下 就不慌不忙的走到了人群当中 片刻之后 广场上最终聚集了近千人啊 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正是那位银甲中年人 他脸色阴沉的说了几句话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另一方向的防线吃紧了 需要调他们过去加强防守 然后手一挥就让队伍出发了 这个消息虽然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是大吃一惊啊 他们这两天只是知道面对的青狼兽十分的不好对付 没想到另一面的情形似乎更加的糟糕 好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一些见识不凡之辈 倒也没有因此而议论纷纷 只是一阵骚动之后 大部分人呢 就纷纷坐上了一对售车 直奔安远城的另一面而去 街道上除了一些巡逻的骑士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行人走动 如此一来呢 售车狂奔之下 一个多时辰之后 就到了安远城的另一边城墙外 然后众人纷纷的从车上跳下来 在附近早就有十几名军官等在那里 一见韩丽等人的到来呢 立刻一轰而上 一番争吵之后 就将他们瓜分的是干干净净 接着马上带着他们吩咐各个城楼 这样一来呀 天东商号之人自然也被分散开来 除了七八名天东商号的普通护卫 跟着他这位副领队之外 张魁以及杜孝等人全都分离开来 领着韩丽他们的是一名大胡子的中年军官 从身上的铁甲来看 和那名姓肖的军官倒是同一等级的存在 此人对韩丽等炼体士大为和善 特别是韩丽这拨人中 还有三个人各自携带着邻居 让其对这三个人尤为的客气 并且话语中啊 多有一仗的意思 而韩丽的烈害 除了一同来的天东商号的那些人知道点以外 其他人自然不会知道分毫 所以呢 也就没有引起了大胡子军官的特别注意了 韩丽当然也不会毛遂自荐 只是一言不发的跟着人群一同登上了 他们负责守护的城墙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结果 入目的一切 让所有人的脸色一下子大变 城头上 原本应该整齐光滑的舵口 城楼等一切 竟然全都被破破烂烂的无一完整 更诡异的是 原本青白色的地面 也变得乌黑片片 并传来了阵阵 腐臭一般的怪异的味道 让人闻之欲偶 这是毒蛇 一名手带灵着的汉子 往地上的乌黑之处 仔细的看了几眼 沉声的说了一句 不错啊 的确是毒蛇 我寻了一下 因此丧尸战斗力 足有四五百之多呀 大汉文言 却苦笑了一声 难道我记错了 这赤蟒兽 不是没有毒的吗 啊 另一名同样带有邻居的老者 却目光闪动的有些不解了 哎 李兄没有记错 一般的赤蟒蛇的确是无毒的 但是 这次变异的蟒蛇当中 却多出了一种变异的带赤飞蟒 这种蟒蛇呀 虽然体型和普通的赤蟒差不多 但是呢 可以借助双翅短时间内飞行 口中可以喷涂这种黑色的毒物 这种毒物啊 只要肌肤沾上一点 立刻呢 就可让人皮开肉烂 喷到石头上 也同样可以入食三分的 城头我已经让人用清水冲洗了戍边 否则呀 光是空中弥漫的毒气 就让人没有办法久呆呀 大胡子军官解释着说道 哎呀 这下可麻烦了 原本的变异蟒兽 就每一条力大无穷了 那现在要多出能喷毒的 这可不大好防守啊 人群当中 有人忧心忡忡的说了一句 要不是赤蟒兽如此难以对付 上头又怎么会将诸位掉到这里来的 我听说青狼兽那边 似乎也出现了新的变异狼兽啊 大胡子摸了摸胡子 神色凝重无比 青狼兽也不太好对付的 不过为何还不见那些修仙者出手啊 修士可最擅长大规模杀伤的法术 对付这两种兽群 以往可都是主力的呀 有人忍不住又这样问道 诸位不要忘了 那暴秦兽从兽朝开始至今呢 还从来没有露过面呢 那些修士必须拿来对付这种更加麻烦的邀情 否则一旦法力耗尽 这种邀情再突然出现 我们安远城是必破无疑啊 听了军官的话 其他人不禁都面面相去起来 似乎安远城的前景 是真的不太乐观了呀 好吧 诸位也无需太过担心 这种喷毒的飞蛇 只能喷吐一次毒物 随后就不得不休息一段时日 而经过前两天的一战呢 这种变异的飞蛇 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攻击之力 上面掉诸位的意思呢 其实还是想用来对付那些变异的巨蟒的 这种巨蟒啊 除了炼体式之外 普通的士兵很难伤到他们的 城头上这些被破坏的地方 就是这种巨蟒造成的 只要诸位能钳制住变异巨蟒 普通的赤蟒蛇呀 本人还是有信心对付的 大胡子军官 一见众人神色有些不对 又立刻打气的说道 这点无需大人吩咐 我等既然到此了 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的 不过嘛 那名带着灵着的汉子 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忽然从城墙外的天边处 传来了一声似兽非兽 似鸟非鸟的怪异的鸣叫之声 让人听了呀 气血一阵翻滚 大为的不舒服 汉子的话是戛然而止 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起来 不光是他呀 其他听到此鸣叫的人呢 同样是神情大变 宝禽兽 他们终于出现了 一名炼体士望着远处的天空 喃喃自语了一句 五指不禁将手中的兵器 一下子握紧了几分 这个时候 韩利独自站在城头一处角落里 第一手呢 摆弄着一块低阶灵石 神色安详至极 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 先前的鸣叫一般 果然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远处的空中 突然浮现出数百个黑点 向这边飞快的飞来 那种怪异的鸣叫声 就是出自这些黑点之中 城墙上的人类 马上反映了过来 在一声声号角声中 纷纷的走上了防守的位置 在军官指挥下 马上严阵以待 几乎与此同时啊 城中心的一处高大建筑上 一下子飞出了上百道各色光滑 直奔黑点出现的城头处 积逝而去 那正是城中的那些修仙者 这些修士 大多是铸鸡器左右的修为 玉器的顿速倒也不慢 片刻的功夫呢 就先一步的到了城头之上 化为了一团团灵光 悬浮在高空中 为首的两个人 一位脚踏圆盘的光头大汉 一位却正是那名金玉宗的锦袍男子 这两个人啊 都是筑基后期的贾丹境界 算是空中修士中最高的人了 远处黑点也已飞到了离城墙树里外的地方 但突然停了下来 在低空中盘旋不定 这个时候站在城头上 也已经看清楚这些黑点的真面目 竟然是一支支爆音声的 妖琴 长着一对黄白相见的鱼翅 双目紫红闪光 浑身显得是紫色斑斓颇为的艳丽 这些妖琴只有几尺大小 但是体型娇小优雅 乍一看还真看不出有什么可怕之处 不过城头上空那些修士 却各个面色凝重万分 似乎不敢轻视分毫 从远处妖琴中发出了数声 短而急促的怪叫之声 下方空荡荡的地面上 突然斯鸣之声大气 凭空泛起了一阵阵的沉悟 随之一条接一条的赤色的蟒蛇 从地下钻了出来 仰土蛇星 蟒海转眼之间形成了 一眼望去赤色翻滚 根本就没有办法望见尽头 城头上那些刚刚到达之人 见此情形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看来他们这一次还真是冲了头彩了 刚一赶来支援就遇上了爆禽兽和赤蟒兽 联手的攻击 好在最麻烦的禽兽 有修仙者应付 否则的话 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挡两种兽群的同时攻击 就在城头上 炼体士们有些庆幸之时 远处的妖禽突然一分为二 一大一小两只妖禽从里面飞了出来 小的那只呢 只有持续大小 浑身背一层蓝灿灿的灵光笼罩 双齿闪动之间 竟隐隐的有雷鸣之声传来 大的那只 除了体型是普通爆禽兽的数倍以上 却看不出任何的不寻常之处 但是 一对紫光闪动之间 竟然流露出一股说不出来的阴厉 就在这两只妖禽先后现身的同时啊 下面的蟒裙也是一阵翻滚 同样从里面窜出了两大一小三条怪蟒出来 一条提长十几丈 浑身有王口大的粗厚的鳞片 头生一对雪珊瑚丝的怪脚 竟和赤胶有八九分的相似 另一条七八丈长 浑身是乌黑乌鳞啊 却同时拥有三颗三角头颅 看起来奇毒无比的样子 至于最小的那条是人蛇身 生有一对双臂 各自持有一根骨毛 竟是当日在青罗沙漠现身攻击过寒厉的那只蛇妖 显然啊 五头妖兽就是这兽群中等级最高的妖兽 五只妖兽望了望城墙方向 就通灵至极的用鸣叫和嘶嘶声交谈了几下 马上往自己同类中回去 再次消失不见 随后无论空中的妖禽 还是地上的赤蟒大军 仿佛同时接到了命令 立刻在轰隆隆之声中 开始向城墙这边飞扑而来 暴禽兽的顿速呢 远比地上的蟒蛇块 自然先一步的接近了安远城 他们口中怪名之声大响 体表纷纷泛起了淡绿色的妖物 一开始啊 还是淡淡一层 但马上就变成浑厚的一团 将一只只妖婷本体纷纷的遮掩进了其中 一片母许大的绿色的妖物瞬间形成了 向长逃这边气势汹汹的翻滚而来 竟向惊人至极 妖孽找死 空中的人类修士在光头大汗的一声怒吼之下 不再迟疑率先赢了上去 其他修士也纷纷驱动法器跟了过去 上尉和绿色妖物接触 他们就纷纷两手齐扬 一道道浮路击尸而出啊 砰砰之声打气 无数团各种颜色的雷火在虚空中浮显而出 随之没入绿物当中 再纷纷的爆裂开来呀 爆裂之声大气 不少绿物立刻炸的溃散消失 人类修士毫不迟疑的又纷纷祭出了 各自的灵气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821回